睡眠品質下降 我們沒有 我睡得很好 我睡超飽 我說睡就睡 沒有 睡眠品質我真的沒有 都可以睡 我不行 我睡眠品質超差的 為什麼 容易起床的意思嗎 不是 我很難 我是很難進去 入睡 我跟你講我反過來 我就是因為 我很容易就入睡 然後睡兩三個小時後就醒來 然後我就肚子餓了 肚子餓我就睡不著了 那妳會去拿東西吃嗎 我有 之前很誇張 我會忍不住就會吃個小餅乾 然後就覺得怎麼會開胃了 就想要再去煮個麵條吃 但我最近有比較控制度了 但是我真心就是 我現在好奇怪 就睡了兩三個小時就會醒來 或者是女兒在我旁邊 一踢到我 一碰到我 我就會醒來 她一講夢話我也會醒來 就看看她在幹嘛 然後反正我就覺得 我現在睡眠品質是 目前應該是人生最差的 就是這個節奏 這三年 我也會睡不好 但是我的問題是因為我的腦 就是可能行動力比較差 可是腦筋就是每當晚上 一直在轉 我以前是會 比如說要入睡前 我會編一個故事 從小到大就會編一個故事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自從生了小孩的故事就失效了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因為她找到自己的方法 像我睡覺我都會腦子裡面念經 真的念一段經文 然後慢慢就睡著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這就是大神 好硬 真的 因為就會讓自己比較平靜 然後慢慢就睡去 不是 衣服我覺得她可以學一些 呼吸的練習 我也有 有很多 像優格那樣 可是睡覺淺 對 那個還不錯 蠻有用的 我們DDO House什麼 試用五季線的 不錯過免睡的什麼品 贈品 贈品 送的東西 這都是免費 可以跟大家分享 真的好多 真的 不好意思 可以跟你們分享 這個就是那個秘密武器 天使的眼淚 真的很神奇 去義大利一定都要買這個 天使精華液 因為它是那個美容界的LV 為什麼那麼多 妳給人家說的 因為妳哥在義大利團 我都叫他拿多一點回來給我用 我就不用買 因為這個不便宜 它就是精華液 然後擦上去 但是我氣溫都要擦這個 我覺得好舒服 妳這照片太逼屁了吧 修很大嗎 對 它根本不像妳本人好不好 怎麼都這麼好 再來兩項 再來最後一個是 買東西進打細算 殺價 一定要吧 因為我現在太常網購了 網購就會選特價的時間 不太會跟人接觸 所以我不會跟人家殺價 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殺價 但是我會看網路上 它現在有什麼特惠 然後這樣點進去買 最後能打包就打包 這個我也會 不要忘記 我覺得我不會因為 我都吃完了 因為我的個性 我都打包在我肚子裡 我的個性是屬於要請客 也好或要吃飯也好 我都會叫很多菜 因為就怕大家吃不飽 吃不飽是不可能 可是我怕我叫了五樣菜 可能只有兩樣妳可以吃 或者是兩樣 有些人會過敏不治海鮮 那不好意思講 我就乾脆什麼都叫這樣子 如果都剩很多的話 就說大家選幾個帶走 然後帶回去這樣子 所以就讓我來講 吃不飽 就這樣再說 我會說 我會不斷 吃不飽 那時就拿著 我會先吃不飽 等我 吃不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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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飽